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找回了内心的清净光明 在佛陀悟到了圣地 菩提加耶摩赫菩提寺 天天都有佛教徒朝圣 然而这一天 来自新马两地慈禧志宫朝山的身影 让这一处圣地更加庄严 我曾经在雪龙朝山 曾经在马力加朝山 曾经在本会就是金色朝山 和这一次这日朝山 然后可以听到很多人都在念佛 有些是来自不同的国家的 但是佛佛道通 生生都是鲁佛心 这次能来到佛国朝圣 一起念佛号 真的非常欢喜 庆祝佛誕 慈禧志宫回归佛陀故乡 而前一天也恰逢慈禧 57周年 志宫就近在摩赫菩提寺朝山 感恩佛陀当年 在此正道 也感恩上人当年把握姻缘 创办慈祭功德会 今天有金色弟子一起朝山 让我们在此圣地 能够清静己身 也能够放下我们的心 除了清静心灵 志宫们也与花莲 金丝金社连线 前程礼拜要使劲 他整个的磁场 的那种色心 是不一样的 我当下的心 也感受到说 在场 在此地的每一位 都是佛菩萨 都是未来的菩萨 然后也愿我们 所有的人的愿力 都能够一一实现 摩合菩提寺 佛陀当年 证悟的圣地 2500多年后 慈禧志宫继续传承 佛教慈悲祭祀的精神 悟愧佛陀教会 大爱新闻 这是美志宫 杨文辉 阿玛尔印度报道 也是回馈佛恩 马来西亚的 马六甲 决办育佛活动 也结合 孝亲仪式 让孩子们 感谢父母恩 感念佛恩 光耀人间 刺激马六甲 分会志宫 还有民众 在18位法师的 带领下 虔诚佛 共同感念 佛恩 亲恩以及众生恩 慈悲喜舍 所以我们除了 益佛以外 佛多的基础 这个五界 我们要佛教徒 要好好的去学习 让这个佛教 更兴旺 在马六甲 更能帮助 社会上 需要帮助的人 以佛主 何时恭敬礼佛 洗涤心灵 迎接五月佛诞节 也是马六甲 慈祭三十周年庆 众人虔诚发愿 让善爱永续 用感恩心 送走这三十年 然后 用精进的心 面对接下来的 更多更多的三十年 我们也期待 每一个人 更加精进 每一个人 更加入法 每一个人 菩萨大大招生 也取起自己的心态 能越来越平顺 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 佛 也是希望 自己 把不好的一些习惯 更改掉 孩子们蒙着眼睛 摸摸父母的手 亲子感情更融洽 这样 这样妈妈的手是怎样的 粗粗 粗粗啊 为什么呢 一只新衣服 我的心情是快乐 还有安全感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 在身边很幸福 母亲节快乐 我喜欢 我爱你 没问题 这个心情就是你们孩子 就是妈妈在保护你 然后你们就围绕着爸爸妈妈 四少们 亲手制作羊花送给父母 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第一次造给母亲 我要祝福妈妈 身体健康 然后天天快乐 妈妈 你说到孩子 做的一个羊花怎么样 我开心很美 你今天有什么话 要给孩子呢 他们是最棒的啦 每一场的育佛活动 这育佛台的布置呢 各地的志工都非常的用心 来看到的是呢 菲律宾峰会今年是第一次 让这个宇宙大觉者 从育佛台中升起 这个技术问题考验着工程人员的智慧 而在美国总会 花道班的学员是特地拿来协助布置 挑选的花材特别讲究 育佛台需要的特殊花材 慈基志工早在三个星期前就下定 活动前一天也亲自到花式选购 确保品质和新鲜 今年决定以火鹤花做主题 美国总会共计有两场育佛活动 除了主要的育佛台 还有三十二个盆花 供奉大觉者 潮花班学生年年都来帮忙 在菲律宾采用圆形的育佛台 做底座 制作团队设法克服电路问题 要让宇宙大觉者能够从中 冉冉升起 在准备的准备 特别是纵纬的育佛台 因为我们必须找到 每个的项目 我们必须合适合适合 因为如果有一个项目 没有处理好处 当然育佛台 育佛台会不会继续 同时也募集了 一百七十多座的琉璃佛 庄严道场 事工和会员都热心提供 有心成就临山法会 筹备过程中就已是满满欢喜 戴新闻高明哲 洛树丽 哈罗德 综合报道 同样是欢喜又庄严的氛围 来看到的是澳洲的 布里斯本跟黄金海岸 当地的事工也举办了 玉佛跟孝卿活动 其中有一位外籍法师 他是生平第一次在澳洲玉佛 还特别用他认识过的英语歌词 唱出慈祭歌曲《普天三无》 慈祭布里斯本联络树新会所启用 首次举办玉佛 由恒使法师领诵进场 与会两百多人 虔诚心念庆祝佛誕节 祝福吉祥 演绎父母恩仲南报经 佛誕节也是母亲节 与佛结合孝卿活动 双手扑起茶杯 凤茶 一杯茶 慈情感谢慈神爸爸义的妈妈 子女也感恩父母的养育 奉上一杯茶 给最敬爱的爸爸妈妈 妈妈你的大大的忧抱 父亲我爱你 爱你妈妈 还有三代同堂的慈祭家庭 以爱当作禅家之宝 这次主持玉佛的横使法师 是宣化上人弟子 在美国就常参与慈祭活动 这次是第一次参加澳洲慈祭的玉佛 他非常喜欢慈祭歌曲 协助翻译润士十八首 希望更多人听到 我听到了那些歌曲 我说 哇 太好了 In this world there's not a soul whom I won't love In this world there's not a soul whom I don't trust 而在黄金海岸 志工也举办玉佛 这一天也是全球慈祭日 各界代表真诚来表达肯定 更受到澳洲主流社会 各界层的肯定跟重视 所以我代表这个 布里斯的代史处 谢谢慈祭这边的努力 警察阿邦慈祭募款 要发送食物给难民与贫困家庭 为了推广素食 志工准备餐壳 色香味美 每道菜摆放的位置都一样 五颜六色 让人食指大动 爱上素食 大约新闻真帅美志工 澳洲报导 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恢复到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比昨天还要热 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度左右 但是要提醒您的是 日夜温差大一些 要特别留意这个温度的变化 避免感冒了 那么气象局在刚刚发布了农物特报 因此目前马祖的能见度 是不到200公尺的情形 而在我们本岛嘉义地区 现在能见度也比较差一些 提醒用路人要留意视线跟路况 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 今天中南部 还有离岛的马祖跟金门 都不太理想 来到橘色提醒的等级 继续来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段新闻带您看到日带气旋摩卡重创缅甸 现在军方升级为国家级的灾难等级 下段新闻会有完整的报道 别由一护士丹丹就能扬入虎空 手机模糊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朝和尚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地追击者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感谢您继续锁定大爱早安新闻 接下来是早安读报的单元 要带您掌握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首先是联合报的报道 立法院会的再生医疗法跟再生医疗治疾条例 攸关民众的医疗权利保障问题 就发病人在没有经过临床实验的状况之下 变成药伤的白老鼠 这一党团现在质疑因为争议过大的关系提出要占款 因此现在立法院决定要再进行协商 再看到的是CNN和BBC同时都有报道的部分 肯亚发生严重的干旱 许多野外的狮子因为饥饿的问题闯入牲畜栅栏 要找食物结果被人们给射杀 人事冲突引发了关切 当地政府现在呼吁民众不要攻击狮子 最后是海峡时报的部分 泰国大选投票率创了新高超过了7成5 在野党前进党出乎意料变成了泰国第一大党 至于在2014年发动军事政变夺权的总理帕拉育 虽然他惨败 但是还是拿下提名总理的最低门槛 因此现在泰国的政局还有许多的变数 继续要看到的是其他的国际新闻 被称为印度洋20年来最强的热带气学摩卡 他相当于强烈台风的等级 登陆了缅甸的若开邦 连同邻近国家孟加拉一共造成至少有6个人死亡 700多人受伤 许多的禁竹几乎是不堪一击 而若开邦目前对外的通讯是中断的状态 灾情还有待评估 现在军方还宣布是国家灾区 顶着风雨爬上屋顶 用大石头把防水布压好 但即使做足防备 也不保证能抵挡风雨肆虐 印度洋近20年来最强热带气学摩卡 14号在缅甸西部和孟加拉造成广泛灾情 孟加拉境内的洛西亚难民营 虽然没有传出伤亡 但有上千个用竹子搭建的棚屋 都被风雨吹垮了 此外孟加拉当局事先撤离东南部低洼地区 至少五十万人 也在风雨远离后陆续返家查看灾况 镜头转到缅甸 若开邦的学校和寺庙 都变成临时避难所 至少有十万人提前撤离 而在登陆地点石队市 街道变成河流 最大阵风达到每小时209公里 树木倒塌 建筑物通讯塔被吹垮 至少七百人受伤 许多地区电力和网路也都中断 BBC引述居民说法 石队市高达九成市区都有回损 不过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大爱新闻江雨婷编译 再看到大雨沉灾 靠近亚德里亚海的克罗埃西亚 以及波士尼亚两个国家 最近接连下起了暴雨 有好多条的河川泛滥 酿成严重的水患 乌纳河水未暴涨 波士尼亚下游地区传出了洪水灾情 克罗埃西亚有的地方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另外在克罗埃西亚的中部 有小镇也传出了灾情 十多个人紧急疏散 那么靠近河边的城镇市中心现在都淹水了 学校是被迫停课 部分地区目前还是无电可用的状态 北半球今年似乎是热得特别早 像是中国大陆的北方 最近就出现高温的天气 北京市最高温气温来到摄氏35度 整个华北地区已经热得像火炉一样 上海艳阳高照 民众是要吃冰来消暑 甚至出动洋伞来遮太阳 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夏天 那么热浪就提早报到了 可能会出现农作损失 推高食品价格 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而在华南地区 今年却是很罕见提早出现阴雨的天气 等于说中国大陆现在出现的是 北方比南方气温还要高的反常现象 被称作是气温倒挂 另外一方面比较南部的云南省 四月中下旬的时候 这气温就飙破了摄氏40度 但是降雨量却是不足的情形 雨水明显变少 只有过去的四分之一左右 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一次 来到第二阶段预否的报道 来看到台湾的部分 今年在台南静思堂跟花莲 是同步连线遇佛 有将近1600人来参加 现场还有市集 以及敦煌的舞蹈表演 许多人是全家出动 度过难忘的母亲节跟佛誕节 庄严虔诚 因缘殊胜 台南静思堂展开遇佛 一方面表达对佛陀的敬仰 一方面也反思跟自己的父亲 母亲 自己的尊亲的一个孝顺 两点以后就出来坐车 那我心很知道 八旬长辈起个大早 也有年轻学子跟着妈妈一起来 我以前是读池记国小 然后在池记国小的时候 有做 又有参加过余佛节 因为太久了 然后就有点忘记 然后但是就觉得 那个感觉有回来 很高兴 他有一点跟我 已经有认同池记 还有国际学生也来体验 又称菩萨舞蹈的敦煌舞 阿娜多姿 还有热灵长辈的成果发表 心灵很舒服 身体好像很健康 比较健康 表演很好 很不错 气氛很好 疫情解封把握姻缘 共同度过这三结合一 大爱新闻 李嘉兴正瑞萍台南报导 要华人把爱及时说出口 有时候会不好意思 因此在台中 慈祭志工到了东市分局 举办了感恩茶会 邀请援军们 亲自打电话 给亲爱的阿嬷 或者是妈妈 亲口来说爱 场面相当温馨 视讯爱的连线 跟亲爱的妈妈 说说心里话 远景工作繁忙 少有时间陪伴家人 母亲节大声道爱 感恩不是幽默 欢笑声不断 明天晚上我们都会回去 我们要吃 我们会回去吃晚餐 要记得煮我们的饭 慈祭志工到东市分局 举办感恩茶会 分局长林大为全力支持 母亲过世多年 心里的痛始终还在 自己一直很愧疚 没有办法 能够让妈妈 可以好好的带她去世界走一走 或者让她平常 这个人生更美好的时光等等我都来不及 爱要及时说出口不留遗憾 丰州环保站 子女跪地奉茶 有老妈妈红的眼眶 情感在流动 感情更紧密 76岁的王阿孝 没料到儿子现身 惊喜万分 温馨五月天 台中南屯慈祭志工 推着行动玉佛台 走进菜市场 传递祝福 把爱分享给更多人 大爱新闻 曾善美志工 詹德权 王金福 张廷旭 林淑淮 台中综合报道 至于台北的万华 禁司堂举办玉佛活动 也没有忘记要敦亲慕林 志工们是分送寿陶 到社区里头 跟民众来结好园 也分享福旦的喜悦 振奋人心的鼓声 借开万华禁司堂 玉佛的序幕 慈少鼓队 从三月就开始练习 三月每个礼拜六 都会来万华禁司堂 六楼开始做彩排 或者是练习 慢慢累积起来 今天就是放松心情 因为在这边表演 其实每个人都认识 我也不会很紧张 疫情后慈祭仁重新举办玉佛 现场超过四百人 感念佛恩 亲恩及众生恩 我刚刚有跟佛主祈求 天下没有战争 希望所有的母亲节 所有的母亲都很快乐 人都力量大 就是祈求 国泰民安 台湾过的百姓大家都很好 遇佛进化心灵也启发众人对佛陀故乡的悲心 只供发起弘法立生的慕爱行动 许尼泊尔的孩子一个希望的未来 一扇也可以破千灾 一扇也可以大百福 所以我们期待 今天借着大家 善业共聚 天人无灾 十块钱不嫌少 千元不嫌多 我们一起来帮助佛陀的故乡 跟你结个圆 受陶好吗 仪式结束 志工们分成四条动线 敦青木林 分送受陶 将佛弹的欢喜 与更多社区民众结缘 大爱新闻 真是美志工台北报道 更多有关全球各地的 预佛相关新闻 大爱新闻特别制作了 全球预佛特别报道 从昨天15号开始 一直到明天17号 每天下午2点半 请您持续锁定大爱台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书十三列五这日速 我是林国新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